萧炎首次成功施展五轮离火法,众人有何反应?连天火尊者都吓坏了。 萧炎火力全开,力压无护法,面对斗宗巅峰天使的阻拦,萧炎直接祭出五种火焰。 除了三种异火,以及刚刚收取的羊火以外,还有一团深蓝火焰闪耀其中, 此火名为海魔炎,是萧炎在收集受火时留下的一种威力较强的受火。 此火取自七斤魔兽海魔兽之体,虽说威力比不上异火,但也能配得上这五轮离火法。 明烈火灵所需要的能量,而这五种火焰也在萧炎的操控下, 分别化作诗,虎狼暴交五种火灵,随后组建成五轮离火阵,那股足以焚海争天的热浪。 不仅令全场的赤瓜群众汗流加倍,即便是那斗尊级别的天双子,也是满脸凝重。 这个名为萧炎的小子,虽说仅有两星斗宗的战力,可他相信若是此番让他离去,想必用不了多久, 即便是他也无法与之相抗。 想到这里的天双子,眼中闪过一抹狠力,与此同时,天火尊者也被这股异常狂暴的能量吸引。 心中暗惊叹,没想到这小家伙不知不觉间,竟把他修炼到了这般地步, 他如今修炼了我的斗技,那也应该勉强算得了我的一些传承吧。 不同于众人的京剧,天火尊者在这熟悉的火阵面前,露出了难得的欣慰之感。 而身为这火阵目标的天蛇,在感受到那股异常惊人的能量后,还是喊来了两位七星斗宗的冰河谷长老。 急忙唤起各自体内的冰寒斗气,凝聚成一毒雪白之色的寒冰镜面,将三人牢牢地护于其中。 而这也正是冰河谷有名的防御大阵,再加上斗宗巅峰的天蛇主阵,可以说能够抵御斗尊以下的所有攻击。 就在那冰镜凝聚而成时,那摆出奇异阵法的五种火灵,竟然开始逐渐相容。 一股虎成五色交织的绚丽火焰,源源不断地涌出,然后化为滔天火海充斥着光阵。 直到这时,硝烟方才满意地松开了手中的印记,随即抬手猛然一点下方的天蛇三人。 离火焚天,随着硝烟的声音刚刚落下那一场恐怖的五色火焰,顿时犹如一头猙獰凶兽般带起一片扭曲不堪的空间,撞向了天蛇三人面前的冰镜,两者刚刚接触,便是爆发出嗤嗤声响。 无数蒸汽在顷刻间弥漫在这片天际之上,虽然其中还有着不少寒气蔓延,可那五色火海的温度不仅没有因此减弱,反而还在持续升高,令光阵内的空间都变得极度的扭曲,甚至隐隐间还有着一道道,其黑空间痕迹的出现。 身处火海之中的雪白冰镜,也在急速融化,那速度令天蛇的脸色异常难看,因为属性相克的缘故,这五色火焰的破坏力,几乎是施展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,深知这冰镜比喻的时间,所剩无多,天蛇的脸色欲冷,看向了身后的两位长老大和出生,将一等体内的冰尊镜,进属传入我的体内,我来施展攻击,将那小子一击毙杀掉,听到天蛇那森冷之声,两名长老力微迟疑,但依旧还是点了点头,若是没有冰尊镜护体 身处这火海中的他们,结局生死难料,不过就在两人担忧之际,那冰镜也是终于抵挡不住火海的侵蚀,最后暴力而开,不过就在天蛇抽掉两位长老的冰尊镜,准备施展最强一击时,身处火海之外的消炎,却是再次凝聚出一朵,璀璨的三色火焰,随之穿过火海,重重地拍在天蛇的身上,庞大的火焰风暴在这一刻彻底爆发,两股火浪交融,将这片天际的温度,拉升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, 原本肆以在各处的争气,在顷刻间化为了虚无,恐怖的火浪连衣不知持续了多久,那手握半截蛇杖的天蛇,方才砸向地面,望着那浑身尽数烧伤,不知究竟是死还是活的天蛇,误不把心中的恐惧蔓延到了全身,让他不由地打起了冷颤,可就在其刚欲逃窜之时,身后的空间却是一阵蠕动,旋即一只手臂诡异不现,轻轻地落在他的肩膀上,伴随着一声怒喝,再动一下,便让你烟消云散。